美国青年杰克是一名野心勃勃的无业游民 尽管平日里靠着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勉强维持生计 但杰克从未放弃一夜报复的梦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杰克意外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 从此 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事情还得从一场车祸说起 这天晚上 杰克在驱车回家的路上 目击了一场交通事故 就在他驻足观望时 无意中注意到 一名像是记者模样 留着胡子的男子 端着一台摄像机 对着车祸现场不停拍摄 等到胡子男拍完视频准备离开时 杰克主动上前搭话 得知胡子男并非记者 而是一名夜行者 所谓夜行者 就是在夜间奔走于各个意外事故 和犯罪现场拍摄视频的人 他们事后会将自己拍摄到的视频 卖给电视台当作新闻素材 杰克马上对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当场希望加入胡子男的团队 结果遭到了胡子男的断然拒绝 不过杰克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打算自己摸索着单干 虽然没什么相关经验 但是杰克很快在网上 检索到了夜行者的工作流程 其实并不复杂 只需要先窃听当地的警用无线电台 然后按照警局指挥中心 接到的报警信息 立即赶往事故或案发地点拍摄即可 在大致了解了工作流程后 杰克用偷来的一辆高端自行车 从二手商店换来了一台摄像机和一部无线电设备 凭借着这两样装备 杰克正式加入了夜行者行列 可由于是个菜鸟 他总是比同行慢了半拍 等到他哼哧哼哧赶到现场时 其他夜行者早就带着拍好的视频离开了 更要明的是 杰克缺乏经验 他每次从警用电台中 听到有事故或案件发生后 就马上驱车十几公里 甚至几十公里 赶往事发地点一通乱拍 结果拍到的视频素材 基本都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换来的微薄酬劳 有时候还不够有钱 好在杰克的学习能力超强 脑子转得也比较快 不到一个月就摸到了一些门道 这天晚上 他通过警用电台的提示 赶到了一处持枪抢劫的现场 但还是被一名同行抢了先机 杰克实在不甘心无光而返 于是厚着脸皮闯入警方的封锁线 将镜头直接怼到 伸中竖枪的受害人脸上 尽管很快遭到警察的驱赶 不过杰克这一次 总算拍到了一段特别的素材 离开现场时 他注意到先来的那名同行 正在打电话和一家电视台讨价还价 杰克坚信 自己的素材要比这名同行更优质 所以他直接来到这家电视台 找到了这里的新闻部主管 妮娜要求交易 妮娜在看完杰克的视频后 当即答应买下这些素材 因为杰克拍到的受害人特写镜头 画面比较血腥 妮娜认为 这样的素材肯定能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 就这样 杰克从妮娜手里赚取了250美元的酬劳 不仅如此 她还得到了身为资深媒体人的妮娜的点播 根据妮娜的经验 越是血腥暴力的真实犯罪画面 观众越是喜欢 从而也就越能卖个好价钱 听完妮娜的话后 杰克如梦方醒 从此以后 她开始重点拍摄事故和犯罪现场的重口味镜头 没过多久 她的工作慢慢走上了正轨 不得不说 杰克对夜行者这个职业确实很有天赋 相比于同行 她总能找到独特的拍摄角度 让自己的视频素材显得与众不同 妮娜十分欣赏杰克的这种能力 两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杰克因此有了稳定的收入渠道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她以廉价的工资 雇佣了一个名叫阿印的盲流 专门替自己监听警用电台 以及看守汽车 这样一来 杰克就不用担心自己在拍摄视频时 错过其他突发的警情 有了阿印的协助 杰克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这天晚上 市区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 两人立即驱车赶到了现场 不过 由于警方出警急时 此次案件没有人员伤亡 这让杰克大失所望 为了不白跑一趟 她趁着受害人夫妇 在门外接受警方问询的时机 偷偷从后门溜进了屋内 想要看看 有没有值得拍摄的画面 这时 冰箱上贴着的几张家庭照片 以及劫匪留下的几枚弹孔 引起了杰克的注意 她随后将几张照片挪到弹孔旁边 对着冰箱拍了一段视频 接着 又将镜头转向了窗外 正在接受警方问询的受害人夫妇 窗户上刚好也有两枚弹孔 而且 弹孔的位置恰好对准了两名受害人的头部 虽说这段视频素材没有任何血腥的画面 可是凭借着绝佳的拍摄角度 和极具冲击力的镜头语言 杰克还是从妮娜手里 拿到了丰厚的回报 并得到了对方的高度赞赏 死后的日子里 杰克在夜行者行业混得如鱼得水 除了每晚带着阿颖出现场外 她还利用白天的休息时间 自学剪辑技术和拍摄技巧 只用了短短两三个月时间 杰克便从一名菜鸟成长为行业大拿 经济收入大大提升 她不仅鸟枪换炮 用赚来的钱购买了新的拍摄设备 还买了一辆新款跑车 有了性能优越的装备 杰克总能赶在同行之前 抵达事发现场 拍摄到第一手素材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她甚至抢在警方之前 赶到了一处车祸现场 从现场情况来看 司机应该是不小心 开车撞上路边的一棵大树 引发了车祸 由于没有系安全带 司机整个人被甩出车外 当场惨死 为了找到更好的拍摄角度 杰克竟然趁着四下无人的时机 擅自挪动尸体位置 破坏了事故现场 而且姗姗来迟的警方 也没有察觉到她的违法行为 当天夜里 杰克带着拍摄到的素材找到妮娜 妮娜在看完素材后甚是满意 杰克趁机邀请她与自己一起共进晚餐 妮娜原本不想跟杰克 有工作之外的私交 但考虑到杰克提供的视频 已成为电视台收视率的保障 加上盛情难缺 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对方的邀请 谁知在餐桌上 杰克向妮娜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她希望偶尔能跟妮娜困窖 两人保持身体上的长期互动 否则就将停止向妮娜供职的电视台 供应新闻素材 原来杰克最近打听到 妮娜和电视台签订的劳务合同即将到期 如果无法保持新闻节目的高收视率 妮娜很可能会丢掉饭碗 因而杰克这才成人之威 以断供素材要求妮娜就范 妮娜虽是单身 可年龄比杰克大了将近30岁 她怎么也没想到 杰克居然好这一口 尽管十分不情愿 但为了保住工作 她被迫答应了对方的非分要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杰克一边睡着心仪的女人 一边渐渐在夜行者圈子里闯出了名气 就连此前拒绝她求职的胡子男 也主动找上门来 想将其招之麾下 此时的杰克 哪里还愿意跟着别人讨生活 他不但拒绝了胡子男的邀请 还出口恶言 严余了对方几句 胡子男忍无可忍 与其大吵一架后 扬场而去 当天晚上 杰克带着助理阿印 前往一桩跳楼案件的现场 两人行之半路 仅用电台又播报了一起 突发的坠机事故 杰克立刻调转车头 赶往坠机地点 结果晚了一步 警方已经处理完现场 杰克什么也没拍到 而提前赶到的胡子男 不仅拍摄了坠机事故的独家视频 还指拍一名下属 拍到了杰克中途放弃的 跳楼案件的素材 看着胡子男得意洋洋地 炫耀着自己今晚的收获 杰克内心度火中烧 更让他难堪的是 等他回到电视台 向等待素材的妮娜 说明情况时 妮娜毫不客气地将她臭骂了一顿 杰克在恼怒之下 猛然生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他打算弄死胡子男泄愤 这样既能除掉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又能制造一起案件新闻 拍摄到独家的视频素材 第二天 杰克悄悄来到胡子男的住宿附近 在对方的车底做了手脚 当天晚上 胡子男就因车辆失控 撞上路边的电线杆 身受重伤 未来恐怕只能在病床或轮椅上度过余生 尾随胡子男的杰克 则拍摄到了车祸现场的第一手素材 借此大赚了一笔 摆平胡子男后 杰克的工作更加顺风顺水 这天晚上 位于郊区的一栋别墅里 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 刚好在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素材的杰克 文迅立即驱车赶往别墅 抵达别墅附近后 他让同行的阿印找个地方将车停好 自己则端着摄像机 奔向了案发的别墅 谁知还没等他进屋 就听到了两声枪响 原来杰克来得实在太早 别说警方没有赶到现场 就连劫匪也尚未离开 抢劫案仍在继续 在看到两名劫匪从别墅跑出来后 杰克慌忙躲进门口的一处树丛里 并顺手将劫匪的模样 和车牌号全都拍了下来 等到劫匪驾车离开后 杰克又溜进别墅 成功拍到了案发现场的全景 以及三名惨遭枪杀的受害人死状 三人看上去是这栋别墅的男女主人和女佣 拍摄完素材之后 杰克匆匆离开了别墅 不过她没有急于将素材提交给妮娜 而是先在车上用电脑对视频进行了剪辑 将其中拍到的劫匪片段剪了下来 保存在电脑里 凶案现场和受害人的画面 则被她存进硬盘交给了妮娜 妮娜和同事们在看到高清无码的案发现场后 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如此劲爆的画面 无疑会博得一波收尸热潮 问题是 播放这样的画面既有为新闻伦理 又涉嫌侵犯受害人隐私 同事们都劝说妮娜不要将这段视频播出去 可是妮娜为了保住饭碗 还是决定使用杰克拍摄到的素材 只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 她让剪辑师给受害人面部打上了马赛克 在剪辑师处理视频的过程中 杰克狮子大开口 为这段视频向妮娜索要10万美元酬劳 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以1万美元成交 但杰克附带了两个条件 一是妮娜必须将她引荐给电视台的高层 二是以后电视台播出她的所有视频 都必须著名出处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 杰克已经不满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夜行者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业界知名的自由记者 妮娜为了继续维持与杰克的合作 只能再次满足了她的要求 不出意外 凶暗现场的视频一经播出 立马引起了轰动效应 杰克的名字也如愿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不过最先注意到她的不是观众 而是警方 第二天一大早 两名警员来到杰克的住处 询问她昨晚是否拍到杰匪的画面 杰克谎称 自己赶到现场时 杰匪刚好驱车离开 她只依稀看到杰匪总共有两个人 但可惜没有看清楚两人的容貌和车牌号 杰克之所以向警方撒谎 是因为她准备策划一起更加劲爆的新闻事件 为此 她在打发走两名警员后 就通过昨晚拍摄到的视频 获取了杰匪的车牌号 接着她又利用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功能 扒出了其中一名杰匪的身份和家庭地址 当天晚上 杰克带着助理阿印寻着地址 来到这名杰匪家的屋外蹲守 很快 两名杰匪就从屋里走出来 驱车来到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 尾随而至的杰克 随后向阿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她打算 一会就打电话报警 向警方透露两名杰匪的行踪 这样一来 她不仅能从警方手里 得到5万美元的悬赏金 还能拍到警方抓捕两名杰匪的独家画面 这一次 杰克让阿印也参与拍摄 这样就能用两个镜头视角 记录下事发过程 从而向电视台索要更高的酬劳 由于此次拍摄存在一定的风险 杰克主动提出给阿印加点工资 直到此时 阿印才知道 杰克在案发当晚拍到了杰匪的容貌 这家伙脑子赚得也比较快 当即表示 涨点工资不行 杰克必须与其评分 警方5万美元的悬赏金 否则 他就要向警方举报杰克知情不报 杰克对阿印坐地起价 自然特别不爽 可是在关键时刻 他又离不开阿印的协助 所以只得答应了对方评分悬赏金的要求 两人谈妥之后 杰克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四名在附近巡逻的警员迅速赶到现场 对两名劫匪实施抓捕 双方选及爆发枪战 混乱中 一名劫匪被当场击毙 两名警员也身中树枪 丧失行动能力 另一名劫匪则趁乱奔出餐厅 驱车逃离了现场 一名没有受伤的警员见状 急忙驾驶警车追了上去 原本正在拍摄警匪火兵的杰克 这时停止拍摄 开车带着阿印跟在警车后面 坐在副驾驶的阿印则举着摄像机 全程拍下了警匪追车的刺激场面 最前面的劫匪 见警察即将追上自己 突然变道创翻了警车 剧烈的撞击 让劫匪的车辆也失控发生侧翻 杰克见此情形 赶紧停下车 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近前 查看警察和劫匪的状况 经过一番观察后 他告诉阿印 警察好像陷入了昏迷 劫匪已经当场身亡 说着 杰克还让阿印趁着其他警察赶来之前 赶快上前拍一段劫匪尸体的特写镜头 阿印听到吩咐后 马上拿着摄像机来到劫匪的车辆前 结果发现 劫匪居然一息尚存 没等阿印反应过来 他就被劫匪开枪射杀 这一幕全没躲在暗处的杰克拍了下来 其实他早就知道杰克没有死 这才临时设计了一个圈套 除掉了想要和他评分赏金的阿印 杰克在打死阿印后 跌跌撞撞地爬出车子 意图逃跑 但很快被另一名赶到的警察当场击毙 最后 杰克独自带着新鲜出炉的视频 来到了电视台 妮娜在看完宛如好莱坞大片的素材后 对杰克赞不绝口 不过 新闻刚刚播出 杰克就遭到了警方的传唤 警方通过掌握的线索 已然猜到是杰克知情不报 并策划了此次事件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可是由于杰克拒不认罪 警方又没有掌握实质性的证据 最终只得在扣押其48小时后 将其放了出来 故事的最后 杰克重新招聘了三名员工 扩充了自己的团队 在新员工面前 西装革履的他 侃侃而谈着自己的成功之道 俨然以赴精英人士的派头 只是没有人知道 在他的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隐藏着怎样一颗黑暗邪恶的灵魂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提名过 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犯罪惊悚片 《夜行者》 影片上映于2014年 如今看来 却让人别有感悟 在自媒体盛行的当下 那些为了博取流量 刻意制造内容煽动各种群体对立 传播错误价值观的up主们 是不是跟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一样 也是在作恶呢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轩疑犯罪和惊悚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